就是類似像這樣子 這個 我就寫了好幾個 開始下載 然後就開始1秒鐘 2秒鐘 3秒鐘 4秒鐘 5秒 有沒有 就是跑這個 如果你要衝快一點你把那個1000改成500可以啦 改100更換 馬上就下載完畢了 那這個就下載完畢 就OK了 就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實際上也是我們剛剛的 利用什麼 這個implement是Roundable 有沒有 然後呢 10座 Round的這個方法 那這是4-1的範例 如果那你也可以直接用3 也可以 直接繼承 就不需要用Roundable的介面 不過你可以改寫一下 兩個方法其實也都寫得出來 只是說 真的有點 不是那麼簡單 OK 所以這裡的話 蠻多同學 我看 這個Story的部分都 都 沒辦法很正確的寫出來 因為好多同學問我 資金序的問題 就是為什麼 他就卡在 他們好像就是 有些大學裡面的資工系 同學就是 Google嘛 然後就找到人家的sample 然後就複製貼上 然後就一堆問題 他可能對介面 對繼承 都 觀念不清楚 所以會有資金序上面的問題 所以這一題的話我想 各位可以把這一題稍微了解一下 那將來我想 你實際上App應該也會用到 尤其這樣跑這種進度的東西 應該會蠻常用到 尤其你如果 連到雲端上面要download東西 你如果沒有一個訊息讓人家知道說 他的下載進度的話 其實 會感覺那個不是很friendly 有些App 好像就是一直轉轉轉轉轉 你不知道轉多久 但是如果你有進度的話 感覺會更人性化一些些 便當